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会看到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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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部队 不同的警察部队 很多很多不同的动作 很多很多不同的枪械 很多很多不同的配备 所以我想这一次看这部戏的话 你会看到很多以往看不到的东西 非常有意思 这一次跟往常不一样 我回想一下 我想在这么多年来 我已经演了大概十多次警察 不同类型的警察 声称的也有 坏的警察也有 好的警察也有 比较黑暗的警察也有 神秘的警察也有 这一次的警察 中意的是一个比较阳光的吧 至少我想把它表达一个这样的人物 最大的挑战呢 我想这部戏 就是因为这次是真正的 跟真正的警察部队合作 所以在很多方面 以前就是以为应该是这样的东西 那其实不应该这样 所以很多东西都必须要 非常的正确 必须落百落 所以在那方面我想挑战是这个方法吧 因为以前我们都幻想自己是警察的时候 拿枪可以 可是不可以这样的 要正确的拿法 所以在那方面我们都有 他有教我们 所以学到了很多东西 挑战就是要真的演得 真的很像一个真的警察 不再是因为为drama而drama 不再是因为 那边就有些人 这边就当充满 你 得 你 好